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为这个所谓的Power Switching Transistor 然后跟这个Power的Rectifier 然后其包含了这个所谓的Inductor 这个电感及这个Capaciton电容 那其中在这个Converter为了提高它的转换效率来说的话 最重要就是所谓这个Power Switching Transistor 跟这个Power Rectifier这两颗 所以电力电子性能基本上都会被这两颗去影响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介绍 目前有哪些半导体的技术 其实主要可以用来它的原件架构 如何使用它原件架构来制作出所谓的 这个Power Switching Transistor 跟这个Power的Rectifier 那这是另外一个Power Electronics的这个例子 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iPad的充电器内部的电路示意图 那一样你可以发现它这个电路虽然看起来稍微比前面讲的复杂 但不外乎里面最重要Component 一样是我们会有所谓这个Power Switching Transistor 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有所谓的Power Rectifier 然后一样我们有这个所谓Inductor跟Capaciton 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各式各样跟这个电力转换相关的这个系统里面的话 我们都会发现Power Semiconductor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 那供应半导体的话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个是当做所谓的Switch来使用 主要是当做这个切换使用 第二个是所谓的这个Rectifier 主要是当做这个整流使用 那以Switch来说的话 主要就有所谓的这个MOSFET 有这个BJT 有这IGBT 跟这个Syristor这四种 那当Switching Transistor打开的时候电流就可以通过 那如果切断的时候电流就无法导通 所以基本上这个Switching Transistor它是一个三端的元件 那如果以这个Rectifier来说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所谓的这个二极体 那二极体的话它是一个两端点的元件 所以电流只可以流过一个方向 所以故具有所谓整流的功能 那功率半导体的这个发展 其实从非常早期就开始 大概从1950年代开始 那一开始的需求其实是为了基础设施 上面的电力转换及传重所需 所以可以发现在早期的时候 主要是为了这个Infrastructure上面的一些需求 那在1957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有所谓这个Syristor使用至今 Syristor使用至今 在某些应用层面上面 人为主要主流 然后对家用的这个电力设施来说 主要来自于从1970年代开始 有所谓这个Power的这个BJT 跟这个Power的MOSFET 那值得一提的是在1980年代 所开发出来的IGBT 其实对这个整个Power Semiconductor 这个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这个IGBT这个元件结构 基本上它就类似的一个这个BJT 加上一个MOSFET的这个一个结合 所以它同时具有所谓大电流的操作能力 已经快速切换的速度 一直受到极大的注目 至今人为非常重要的功率半导体元件 那以这个材料来说的话 Silicon为主要的功率半导体材料 从这个早期到至今 仍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半导体材料 不管是对一般的这个Advanced的这个技术 比如先进制程或是对我们的功率 这个半导体来说都是主要的半导体材料 那直到90年代末期到2000年初 那宽冷性半导体材料 例如说SIC 这Galent Nitrate 它的这个生长及累晶 它有了一个关键性的突破 所以这可以让我们的SIC 跟GAN的元件也开始成功的制作出来 并有相关的这个产品 开始可以让它商品化 然后从2001年开始就有所谓的SIC 这个Dial跟Mosfet 成功被开发成为产品 到2004年就有所谓的Galent Nitrate 的这个Transistor 那甚至到2009年就有所谓的 这个GANIC的相关技术 因此这个SIC跟Galent Nitrate 相关的这个材料 及这个元件的开发 让这功率半导体推入一个下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年代 那一般来说我们去区分这个功率元件的话 我们都是看它的所谓这个操作范围 这个Operating就是Range 那操作范围的话基本上我们Care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电压电流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Switching 所谓切换的这个频率 那一般来说这个Synrist的话 基本上它操作电压就是要到这个10kV以上 即5000安培以上 那Mosfet的话它的操作电压大致是小于1000伏 那它的操作电流也是小于1000安培 那IGBT 如前面讲 它是一个综合了Mosfet跟BJT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电晶体 所以它可以操作在比Mosfet更高的这个电压 也以及可以比Mosfet操作在更大的这个电流里面 那另外一个我们很关注的这个特性 就是所谓的这个Switching Frequency 那Synrist的话基本上它操作频率非常慢 大概只局限于在100Hz以下 那Mosfet的话基本上它可以操作在这个10kHz以上 那IGBT的话它就会刚好介于Synrist到Mosfet之中 所以操作的频率大概在1kHz到这10kHz左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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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